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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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到瑞士第四天 我們來到全世界最美的小鎮 格林德雅 現在早上8點 我們就出發去坐纜車吃雞 我們將會坐纜維德雅的地方 應該沒有讀錯 然後就會坐回到Wingard的地方 另外坐火車去Murror的地方吃雞 Malachan是位於Greindewal和Lautabonum瀑布鎮中間的一座山 要坐纜維德雅上山 因為不是一個熱門的景點 所以去的遊客都不多 這個吊車是多麼小的 多麼刺激 不斷搖不斷搖不斷搖 這個景點是幾年前我在網上看到有人介紹過 看到照片覺得非常美 所以我就抹下了它 想不到幾年後終於有機會親身來一次 我看到的雲是跟我們一樣高的 這個吊車不簡單 非常之長 我們已經坐了差不多30分鐘 但是還沒見到一個頂 你看 應該是頂啊這個 一個半小時的吊車 比我更長 兩個岸瓶30 有隻很大隻的牛一出來 應該可以玩的 我們去玩吧 這裡還有彈床 這裡有彈床 我們上到這個是梅里飛的觀光台 我們站在一隻牛上面 這個就是觀光台 觀光牛 我們立刻可以爬上山 就可以看到那邊是 右邊就是Greindewal的雪鎮 而左邊就是這個瀑布鎮 後面就是不同的角色各種雪山 好 我們去玩水滑梯 我好害怕喔 我好像不夠高 我好像太高了 好害怕 然後還有第二個 卡住了 好害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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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目的地 那個觀光台 其實雖然是上面的 但是後面已經呢 烏雲蜜布 所以就快點拍完快點走了 我們就在這個觀光台 拍這個全景 這個就是 瀑布鎮 這個地方真的很好 因為可以從一段時間看到 瀑布鎮 還有Greindewal的全景 現在我們就坐那個 纜車就會去下面那個小鎮 Ring 然後就去吃雞 我們現在準備坐這輛巨型的纜車 竟然是可以上上層的 不過是露天 原來這個纜車雖然是有上層 但是呢是要 extra給錢的 而多給5人 所以我們就放棄 坐回樓下 選個好位置坐吧 我們現在來到瀑布鎮 然後呢我們就會坐纜車 上山 拉拉波能 俗稱瀑布鎮 為什麼叫瀑布鎮呢 是因為這裡有幾座很厲害的瀑布 其中一座是我們幾年前來過 是一個位於山洞裡的瀑布 非常壯觀 是一個不容錯過的景點 幾年前我們來過這裡行山洞裡 當時就經過一間餐廳 就在那裡吃午餐 發現那裡的烤雞非常好吃 所以這次我們就專門過來 就是為了吃烤雞 好難說的 可能是我們覺得好吃 不會的 你們覺得好吃 我們現在去吃燒雞炸雞 其實我們六年前已經來過這間雞店吃的了 純粹是路過覺得很好吃 所以這次我們又回去再吃一次 我們坐了兩小時就為了吃這隻雞 看到賣水應該都好吃 好吃 薯條沒有什麼油 這個薯條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薯條 甜的感覺 好香 脆皮 不知多好吃 對,不知多好吃 不知多好吃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吃完雞 好飽好正 然後呢 我們就出發去行山遠足 那邊就是上雪雪浪風 但是因為現在雲太多了 那我們就放棄那位坐冷車回去 準備看球 世界盃的決賽 我們看到呢 這個冷車很新奇的一個方式 就是用來運鋼鐵 我們來參觀瑞士的超市 Core All 很多各式各樣的水果 我們來瑞士一定要試試這隻芝士 非常好吃 我每次來都買這隻芝士 這隻芝士 另一隻牌子 Gio 這個柯華甜 巧克力餅 來到瑞士當然要買巧克力做手信 這裡很多各式各人的巧克力 好可怕 我真的可以每樣來一樓嗎 我們現在在瑞士的酒吧看球 在世界盃的芝士 法國對黑羅地亞 你碰哪裡 就法國 就法國 明天就出發去法國 好害怕 還是不舒服 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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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來民宿 這個Greent Zwoll 少女峰地區 真是有很多功能 我們上了中間的城鎮 之前我們也去過瀑布鎮 上次我們也去過雪女峰 冬天也來過Grynele的地方 我們還欠第一次去和雪浪峰 本來今天是雪浪峰 但下雨了 所以沒有機會去 我們現在住這間AMBMB 其實真的很棒 可以看到整個Grynele的景色 而且我們是甚麼酒吧 AMBMB和酒吧是連住的 剛才是世界盃的決賽 法國在Helladea 所以我們就去看世界盃 但那種Grynele的南美人看球 看得那麼有熱誠 因為當時我們在南美 連機場也有百多人圍著看球 法國贏了 我們明天就會去法國 明天我們就會離開瑞士 出發去法國 看看法國會不會有甚麼慶祝活動 我們明天見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Bye Bye 下一集我們會坐德國高鐵的頭頂位 去邊境轉車去法國 誰知道去到法國巴黎坐地鐵的時候 因為慶祝活動足足飛了7個站 我們帶大家參觀這個法式的廁所 還會帶大家去吃這個海鮮大餐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差不多 一會兒